让音乐教育从幼儿阶段就开始杂根 是否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合作 结合音乐和阅读举办一系列活动 借由美洲安排志工为孩童导读音乐绘本 让小朋友从小就奠定美学基础 不但课程完全免费 也希望借由艺术学习 启发孩童的文艺潜能 那你要怎么办 牙子在这边 志工妈妈专注的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台下的大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今年暑假 师傅和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首度合作 每周由志工为幼儿导读音乐绘本 结合音乐和阅读 希望带给小朋友全新的体验 而第一位志工就是市长夫人 不管是美学 不管是跟音乐都感觉是零距离 不觉得说那是很高声的东西 他们碰触不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要怎么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让艺术真的跟孩子觉得说 他们从小就觉得说 很自在很喜欢 这就是为什么开始了 跟国太家的这个合作 书规上满满的绘本图书 鼓励让孩童多多接触音乐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馆内 就摆放了各种音乐相关的书籍 并免费开放给家长和小朋友 让小朋友从小就能奠定美学基础 我们有一个音乐图书馆 我们大概有两万多间的CD跟书籍的长量 在台湾是很少有这么多的典场 关于音乐 有本国人有外国作曲家 那我们这几年我们就一直觉得 这个地方应该是让附近的小朋友 多来体验 那这里也有绘本小朋友 只是我们的绘本不能让他带回家 小朋友开心的向志工妈妈撒娇 希望能够再多讲一点故事 音乐绘本导读活动 融合了视觉和听觉的饗宴 不但能够推广音乐教育 也让在地社区居民 多了一个夏日的好去处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